前不久因美国干预,我国没能收购马达西奇 但是最近我国却又从马达西奇进口了一批军用航发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哥 目前我国军用航发技术尽管还算不上世界顶尖 但是基本上关键战机的动力系统已经基本能够自产 按说如今我们对于进口航空发动机的需求应该越来越小才对 不过就在前不久,我国又从乌克兰马达西奇公司进口了一大批航空发动机 根据乌克兰媒体的报道,马达西奇公司目前已经和中国签署了一笔航发合同 中国将购买足足400台AI-322发动机 合同总价值高达8亿美元,折合人民币50多亿元 而这一批航空发动机的用途则是作为我军L-15,也就是猎鹰高级教练机的动力系统 对于马达西奇公司,虎哥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在苏联时期,马达西奇公司就在为军队生产各种各样的航空发动机 从战斗机到运输机,甚至直升机使用的涡轴发动机也有产品 原本这样的航发公司,哪怕做不到美国J1或者英国罗罗公司那样顶尖 至少也能生存下去 但是由于苏联的解体,原本庞大的航发需求直接被斩断 而在产品上,马达西奇的技术水平也争不过西方顶尖航发公司 同时,乌克兰本国的国防需求也养不起这样的航发公司 因此,马达西奇这些年来一直都在破产的边缘徘徊 这个时候,也只有中国的订单才能勉强养活马达西奇公司 我国在航发领域的短板有很多 而面对西方的禁运,也买不到国际上顶尖的军用航发 这个时候,马达西奇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 尽管其航发水平并不是世界上最好的 但是,至少能够解决我国有没有的问题 因此,这些年,中国一直都是马达西奇最大的客户 不过,这种半死不活的状态对于马达西奇来说也并不好受 有大批的技术人员以及航空专家正在流失当中 当然了,这其中啊,很是有一部分来到了我国 不过对于马达西奇来说,继续这样下去 就算有资金,恐怕也很难再起死回生了 这个时候,乌克兰的一些有识之士就想到一个办法 那就是国际融资 让马达西奇有资金来继续开发新技术,研制新产品 这个时候,马达西奇最大的客户也就是中国 当然就是最好的选择 而我国自然也是非常赞同这件事的 毕竟,马达西奇虽然说航发技术不算先进 但是胜在种类齐全 从大寒道比航发到直升机的涡轴发动机应有尽有 并且大几十年的航发研制过程 也积累了许多的技术经验 如果能通过注资获得相关技术 能够极大的提高我国航发研制速度 随即我国就收购了马达西奇足足50%的股份 当然了,就在这个时候 美国就跳出来搞事情了 由于乌克兰在2014年后彻底地倒向了西方 因此美国对于乌克兰政府的影响力相当大 由于美国的从中作梗 这个时候乌克兰反垄断委员会 拒绝了中国收购马达西奇公司股份的申请 随即中方投资集团也提出了国际仲裁 要求马达西奇赔偿35亿美元的违约金 此次收购也就这样不了了之 而这一次我国再度向马达西奇购买航发 一方面是我国不计前嫌 另一方面也是我军确实有这个需求 我国猎鹰高级教练机 此前一直使用的都是乌克兰AI-322发动机 此前在研制的过程中 由于乌克兰国内的动乱 发动机的供应很不稳定 导致猎鹰的研制进度也是一拖再拖 我国空军不得不让歼期魔改的山鹰教练机 先顶上去 而后者甚至还很难被称之为三代教练机 目前我国为山鹰研制的民山发动机 也没有什么新消息 有可能是仍然还在研制当中 而我军对于高级教练机的需求却是非常迫切的 毕竟使用各型战机的双座版本 当兼任教练机的话 这成本也太高了 足足有专业教练机的十倍之多 同时还占用了宝贵的作战资源 因此我国先从乌克兰进口一批发动机 装备猎鹰的这个决定是非常正确的 这其中高级教练型使用非加利型 AIRR25发动机 战斗入门型使用加利型AIRR25F发动机 先解决了当务之急再说 至于我国收购马达西奇这件事 如今也不是完全无望 毕竟曾经搞事情的川大统领 马上就要下台了 乌克兰也很有可能取消 对马达西奇收购的限制 而购买航发这件事 对于马达西奇来说 那可真的就是救命稻草了 如果没有这一批订单 搞不好马达西奇分分钟就得彻底破产 所以说中国此次大笔购买 马达西奇公司的航空发动机 一方面是满足装备建设需要 更是在不计前嫌 为马达西奇公司书写续命 也计充 可不计前嫌 判断